大家好 我是小徐 今天这条视频讲述的是一只精力特别惨 特别惨的一只狗狗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养狗人 听了这只狗狗的精力 以及它介绍的意志力之后 所有人都会泪目 这只狗狗的精力真的很让人心酸 这只狗狗是在四川成都 我是在湖北 这是我跨省救助的一只狗狗 这只狗狗现在什么情况 具体是什么样子 我也不清楚 但是光凭帮我救助的那个姐姐 跟我说的一些话 以及给我发的她的视频 我心里面就无比的难受 特别心酸 我为什么要选择跨省去救助这只狗狗呢 因为这只狗狗的精力 真的让人特别特别想去帮助它 比如说我小徐是一个救助流浪狗的 就算你们不救助流浪狗 只是家里面有狗的 或者没有养狗 稍微有点爱心的 我相信你们都会去帮助它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说 小徐你现在基地有这么多狗狗 压力已经够大了 已经是负重前行了 为什么还要去坚持的救助它呢 因为我实在看不下去 这只狗狗是我通过一个救助群 无意间看到的 因为我们做救助这个行业的 就是很多人都会加入救助群 我小徐没有家 但是有人把我拉进了群里面 我平时也不在里面看视频 就是昨天晚上 突然我刷进去 看到这只狗狗的精力 一些那个人的讲述 我就忍不住了 虽然隔着一个省 但是我还是想尽一切办法 把它给救了下来 但是救下来之后 后面要承担很贵重的 很重很重的一笔医药费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先开始给大家讲一下 这只狗狗的精力 这只狗狗是被车给撞了 他遇到了一个 就是没有责任的主人 又遇到了一个狠心 黑心 无情的车主 所以才导致他的精力 让人听了之后会泪目 他被车撞了之后 那个司机没有及时 把他送到医院 反而把他丢到了水里面 我对成都那边也不是很了解 是在成都那边 有个沙河坝桥 好像是 然后他给我发地址 上面具体地址 我也记不清了 我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司机是所有人看着 那个司机把那只狗狗扔在了河里面 扔在了河里面 然后马路上面人来人往的 却没有人去救这只狗狗 是不是听了以后又恨又怒 有一些狠心的司机 还有一些无情的人 在马路边看着 这只狗狗被钓到河里面 然后这只狗狗没有放弃活下去的 活下去的毅力 他一直劫持地让自己游到岸 他通过两天的时间靠前面两只脚 努力地自己游到了岸边 当自己游到岸边的时候 却没有遇到一个好心人 去救一下他或者帮助一下他 然后他在岸边被人把它抱起来 扔在旁边的草丛里面 因为那个河边有很多人经常在那游游 把他抱起来扔在潮坪里面 没人管了 三天三夜下着雨 三天啊 那么大一个河边 而且还是属于公园形式的那种 多少人在那里玩 路过的人难道就没有一个好心人吗 没有 没有人去救他 没有人去把他抱着送到医院治疗 直到那昨天他发到群里面 我看到 我联系了我的粉丝 也是一直帮助小学的家人们 支持了小学两年多时间 他是在四川成都那边住着 我联系了那个姐姐 那个姐姐今天中午 把他带到了医院 带到了医院的时候 当医生看到那只狗狗身上的情况 连医生都忍不住泪目 想哭的那种 你们可想而知 这只狗狗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身上又成为了什么样子 他靠着自己的坚强的意志力 活生生在外面撑了五天 不能吃不能喝 在水里面泡了两天两夜 真的这一幕让所有人看到心里面 听了这个故事 不内幕吗难道 包括那些养狗人 你们心里面 当你抛弃一只狗狗的时候 你们心里面不自责吗 还有那些黑心的司机 还有那些人来人往的路人 你们看到一只可怜的狗狗 野生可怜巴巴的盯着你 难道就没有一点冲动 想把他送到医院 哪怕不治疗 送到医院检查一下也行啊 也许我这句话说的 很多人会来激怒了很多人 会来反对我 但是我小学生真的 看到这一幕心酸了 心累了 有很多人肯定很疑惑 你为什么知道那只狗狗掉进去 两天两夜 你又为什么会知道 这只狗狗的具体位置呢 我刚才跟大家说过 我加入了一个救助球 这个球呢 球里面有个人 他在球里面发这条视频 发这只狗狗的照片 以及这只狗狗的位置 他们有没有好些人能救救他 我实在是没有能力 我也没有能力去救助他 所以我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寻找更多的爱心人士来救助他 这就是这只狗狗整个的过程 这只狗狗被送到医院的当时 全身被水泡的 跟别人说是狗了 咱们人泡在水里面 肉都会腐烂 你们想想一只狗狗 它全身被水泡的都腐住 全身的肉都腐烂了 被车撞过的地方的肉 都已经血肉模糊 肉都是发臭的 整个下半体 都已经肉都腐烂了 它唯一有意思的 估计就是自己的一个头了 自己的一个眼睛了 它每当看到路人的时候 眼睛巴巴的看着你 这个姐姐过去救的时候 看到这只狗狗的时候 送接就崩溃了 送接 眼泪一直往下流 就是一直支持小徐的这个姐姐 真的支持了小徐两年多时间 你们想想 如果是咱们自己看到这只狗狗 是救还是不救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说 小徐你太多管闲事了 你是湖北的 为什么要去救助一只四川的狗呢 我就想问 离这么远 就算是稍微有点良心的 你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它死 是不是 它毕竟是一个生命 我跟你们说一句很现实很现实的一段话 也许这句话我说了 很多人都不会相信 对 有很多爱狗人士 有很多救助狗狗的 最可怜最可怜的流浪狗 它并不是说在大街上 它的毛发很脏 它没有吃的 骨瘦如柴 这些狗狗并不是说最可怜的流浪狗 最可怜最可怜的流浪狗 就是他们这些车祸 被车撞了 没人管 病很累累 伤很累累 生病到夜夜一息 九死一生的时候 没人管的时候 狗狗们到这个时候是绝望的 这些狗狗最需要我们去帮助 最需要我们人去帮助他们 去帮他们一把 不然他们根本不知道 自己怎么挺过来 这些才是真正需要帮助的流浪狗 也许今天小学的话说的有点激动 我希望所有家人们见料 真的我看到这只狗狗 不激动都不起 我现在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只狗狗的是什么样子 以及这个姐姐救助它的过程 以及它被送到医院 那一刻它身体上腐臭的那股味道 以及医生给它推毛 它疼得叫的那个声音 眼睛一直盯着人看的那个表情 小学一下家人们的支持 谢谢 走吗 走 下半身都难了 发生多臭一口吗 下半身是臭的 多难了 你看伤口 现在在腐腊了 我已经 可以在腐腊了 一口 最近在腐腊了 上一只在腐 有点 吃 乖乖乖乖 乖乖乖 乖乖乖乖 是